节目战打醒火箭 今朝顶期防守哈量补露 组三战组和绿反狂蓝 在火箭新赛季的节目战中 他们在主场遭遇了一场惨败 球队112-131负于皮糊 让外界颇感意外 虽然哈登本场比赛表现非常强颜 拿到了18-9-10的转三分数据 但是依然无法帮助火箭反败为胜 骑虎镇中核心安东尼·戴维斯 一人就将火箭内线打爆 龙梅哥全场砍下32-16-8的数据碾压火箭 火箭在此一中防守表现极差 似乎一下子倒退回了几年前 此一过后很多媒体开始为火箭张罗者想办法 之前在修赛期流产掉的一笔交易 又再一次被搬上台面 在今年8月 火箭曾经与热火达成初步口头协议 他们愿意送出内内加安德森家选秀全来 换取热火阵中的詹姆斯约翰逊 但是最终这笔交易 却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失败 可是最近的一系列变化似乎又在提醒着人们 火箭似乎还是没有死心 詹姆斯约翰逊与热火的矛盾激化 出走麦阿尼是肯定的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他主动关注了火箭 三家球星詹姆斯哈登 之后火箭阵中的另一位核心球员 保罗又关注了约翰逊 这一系列操作 让吃瓜群众们不禁抚上连篇 众所周知 防守是一支竞争总冠军球队的必需品 火箭之所以能够在上赛季取得如此 瞩目的成绩很大程度 尚是因为他们在防守端的表现非常靠谱 本赛季火箭失去了 艾里扎和巴默特两员防守大将 防守端非常空虚 因此约翰逊这样的球员 可谓是火箭目前最需要的 詹姆斯约翰逊球风非常强硬 同时也刹长食饼 这两样技能完全可以帮助他在火箭阵中立足 如果火箭只能如运引进约翰逊 到时哈登 恩尼斯和约翰逊 三个山姆斯的组合就相当有趣了 恩尼斯和约翰逊也能够完美 离不火箭出走的两员大将留下的空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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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